少女为防止自己被侵害 竟然在下体内塞入土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秘鲁和西班牙合拍电影 伤心的奶水 曾经的秘鲁因为一些政治暴动 十分的动乱 少女法斯塔的母亲 在怀着她的时候 就曾遭到过恐怖分子的强暴 继而感染了一种名为 伤心的奶水的怪病 法斯塔呢 也因为引用母亲的奶水而患上该病 长到后 法斯塔一直牢记母亲的苦难 为防止自己和母亲一样遭受侵害 她将土豆塞进了自己的下体 因此她的身体呢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鼻子总是会莫名其妙流血 舅舅带她去医院看病 可是当医生说出流鼻血的原因时 舅舅和法斯塔又不肯相信 他们一直认为 法斯塔是因为换上伤心的奶水 才会这样的 母亲去世后 舅舅打算将母亲就地掩埋 法斯塔却想将母亲带回家乡埋葬 但是运送尸体以及安葬的费用都十分昂贵 为了赚取安葬母亲的费用 法斯塔在舅母的介绍下去到一个女钢琴家家里 女钢琴家呢 脾气十分暴躁 时常因为财思枯竭而打砸东西 甚至将钢琴也砸烂了 在那里啊 法斯塔认识了一个好心的园丁大叔 园丁会在每天下班的时候送法斯塔回家 这是长这么大以来 法斯塔第一次和除了舅舅以外的男性独处 这也是长这么大以来 他第一次对其他男性不那么恐惧 很快舅舅就问法斯塔可不可以预知薪水 因为家里的女儿正准备出嫁 屋子里停着一具尸体实在是晦气 法斯塔只好答应舅舅会尽快解决 一次钢琴家听到法斯塔偶然哼出的歌声 这位创作灵感早已枯竭的他 找到了救命稻草 因为他正在为一场演出而苦恼 于是呢 他找到法斯塔想让他再哼一次 但是法斯塔声性内敛十分怕声 而且他的创作全是急性的 他只好无声地拒绝了钢琴家 钢琴家便用珍珠作为承诺 只要他唱一首歌呢 就会给他一颗珍珠 面对母亲日渐腐坏的尸体 法斯塔不得不答应了钢琴家的要求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土豆正在生长发芽 法斯塔的身体越来越不适 渐渐的连狗都能闻出 他身上散发的奇怪气味 而钢琴家凭借法斯塔哼的歌 创造出了许多的作品 演出那天 他带着法斯塔去了现场 并将法斯塔的歌演奏出来 看着台下的观众这么喜欢自己的歌 法斯塔的内心十分满足 但是回去的路上钢琴家就将他赶下了车 答应好给他的珍珠呢 也不再兑现 绝望的法斯塔回到舅舅家里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晚上他熟睡的时候 舅舅用手捂住了他的口鼻 想要激起他重新活下去的欲望 空居的法斯塔挣扎着逃走了 他连夜来到钢琴家家里 拿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珍珠 随后他体力不知晕倒在了地上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圆丁正在自己身旁 他痛哭着说道 把他从我的身体里拿出来 圆丁将他带去医院做了手术 将普道取出了他的身体 这个过程中呢 法斯塔紧紧地拽着手里的珍珠 手术后 法斯塔用珍珠换来的钱 带母亲踏上了归途 途经一片大海时 他请求舅舅将车停下 然后带着母亲的尸体来到了大海边 母亲经历了苦难的一生 鲜少见到这样广阔美好的景象 他希望母亲也和自己一样 能够从痛苦中走出来 而那颗从他身体里取出的土豆 也像新生的他一样 开出了鲜活的花朵 如果一个人苦苦抓住过去不放 那他必定被未来所抛弃 只有当我们学会放下 才能迎来新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